很多小学生下课回家就准备 已经香喷喷的饭都煮好了 只要上桌吃就好了 但是对于苗栗有一位 在念国小六年级的妹妹来说 她下了课可是要负责洗菜 切菜准备晚餐了 这是她每天都得做的家务事 她没有多余的时间 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可以玩乐 因为她想要多减轻阿嬷的负担 一起来帮她按个赞拍拍手 仔细将烂掉的叶子挑掉 这对正在就读小学六年级的 张永倩来说 是每天的例行公式 在简陋的厨房里 利落了拿起菜刀 吃力的将高丽菜剖拌 不仅如此还用刀子挑出菜心 因为她不想浪费任何 可以吃的部分 这么用心的切菜心 可以省掉一些可以吃的地方 从小父母离异 懂事的永倩不像其他同学 一回到家 就有煮好的饭菜可以吃 她放学后放下书包 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晚饭 这间很会煮菜吗 还好 还好 没有牙筷 没有牙筷 对 准备好晚饭和妹妹两人 才背着书包回到房间写功课 没有多余的玩乐时间 但她一点也不觉得累 要趁天黑前煮完饭 然后减轻阿嬷的负担 煮完饭之后再去写功课 我阿嬷年贵也这么多 你爱那个人 爱熬 会啦 减减就会啦 从小没有母亲的陪伴 但董事贴心的他 不曾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她有她的家庭没关系 就让她跟她的家庭 跟她的家庭 让她好好去故障 我也不希望她再回来了 这边快要倒掉了 你会甘心她倒掉吗 一家人住在满是裂痕的 小三合院里 能够住在一起 永茜已经相当满足 而她未来想当一位甜点烘焙师 这个是那时候自己做的巧克力 真的好 对 就一颗一颗 不然就是一片一片 然后去滚水融化 关门 接下来推一个叫 健康促进学校 对 为什么推健康促进 我们知道 我可以说是知道 在家是独当一面的小妈妈 在学校她终于展露 这个年纪该有的笑容与活力 小妈妈张永茜 小小年纪 在她脸上看到的不是志气 而是成熟稳重 虽然没有妈妈陪伴 但她不曾埋怨 只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